请收看 维新世界 混元禅师 随缘开示 千坠百变 无偏依 万有天命传世间 传世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请各位法师 讲师 贤士同修 护坛人员 恭向万国上帝 阿拉 真主大神 行三拜礼 一拜 再拜 三拜 好 请转过来 各位维新圣教 所有法师 讲师 诵经师 甚至忍连 所有行事同修代表 阿弥陀佛 今天我们叩谢万国上帝阿拉 大神 我们护佑台湾的法会已经进入第九坛 在过去八坛的岁月 我们都是很诚心的来叩谢万国上帝阿 和足大圣神佛菩萨都护佑台湾 我们的法会 法仪 是殊胜又庄严的 我们的目的 是祈求世界和平 天下太平为本愿 所以维新圣教的 幻别学院院长 园中禅师 带领送经法师代表 台湾2,300万人民 在此深寒 供养香花果串 供养荆宝 祈宴以法来会友 以法会心 这一段时间来 到了昨天是大地春回的 富士迹象 台湾的稳定性 渐渐的有如大地春回 万物生长 所以这个是上天 上帝 玉皇大帝 皇产老祖 祝天圣神的佛菩萨 体现众生的苦 把体现众生的需求 而给我们 神以最优优 以最优惑的 祝福给我们 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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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金益满堂 内外 都要得到有智慧 才是真正的金益满堂 尤其我们自己台湾的国家 尤其我们自己台湾的国家 他们要帮助我们 也帮助不了 这在启示我们人世间 做人处事 一定要自己先做到人格 受到尊重 品质 受到尊重 这样才能够 真正达到金益满堂 所以维新圣教 所有贤士同修法师们 也都至于在家里 不断地恭送鬼谷 贤士天主经 以这个金保的意义 来供养万国上帝阿拉 主大神 所以要以法会有 以法会佛 以法会上帝 以法会 出主灵 这样的话 才能够算真正的法会 算得有具足圆满 所幸 我们的 八坦过去了 大家都很用心的 恭送维新圣教 三十三经的金保 来供养 以法会有 以法会上帝 以法会阿拉 把这集市 开启一盏 军律满堂的大门 希望我们 希望我们 大家的努力 达到 尽善尽美 达到 东西 东西 两仪 的 慧心慧油 和慧灵 神 这样天下 就会 太平 这即是 是王臣老祖 把 岛教车行 的天威所在 我愿 我愿 维新 弟子 奔着 出发心 奔着 为我修道 为人类 来祈福的心 我们生活一共养 王臣老祖 诸佛菩萨 上帝阿拉 来表达 各自心生 而理出一条 大家都能接受的 现象 走天下太平 世俱和平 就在我们的 眼前的啦 今天 已经进入第九坛了 再过十坛就圆满 所以在十坛之间 请各位同修 务必 要尽其所能 尽行寿 来圆满 天上界 诸天圣神 佛菩萨的 共同本愿 则 台湾 两千三百万人民 有福 世界人类 有福了啦 祝福各位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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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敬禮 禮拜 三拜 三拜 阿彌陀佛 各位微信聖教 法師 講師 甚至仍然同修及 互談賢士法公 侯會眾等阿彌陀佛 時間過得很快 今天我們叩謝萬國上帝阿拉大神 忽悠台灣的平安 大法會已經進入第十壇 昨天第九壇就凸顯出大地春暉 充滿著生機和喜樂 所以昨天 傍晚開始 台灣的天氣 浦降甘霖 這也在視線著萬國上帝阿拉 及風水雷電的大神天尊 也已經都一一的光降台灣淨土了 所以就讓我們來領受感受到 上帝阿拉還有天公 老祖諸佛菩薩的大愛和慈悲 昨天大地春暉 昨天大地春暉 這個畫像 就是地澤林 雖然地面還沒有水混濫 但是已經充滿著喜樂 但是已經充滿著喜樂 人神都一樣感受到喜樂 所以這是我們修行的殘疾秘密 在這一壇的法會由維新的聖教 在範備學院院長園中禪師 帶領所有法師 在千樓殘堂 每天公送五部金寶 維新聖教 維新聖教的金寶 來供養萬國上帝阿拉神燈 他們的護佑 駕駛台灣平安 我們就以此來回向來感恩 今天已經第十壇了 十壇接下來的 一壇一壇的接近圓丸 一壇一壇的 供養 花寶 栽串 香花果竄 萬盞燈火 來感恩萬國上帝阿拉 加持 我們需要 外圓的家屬 但是自己 一定要光輝起來 所以做我們努力的做 也已經做到了 所以在昨天 晚上十點 二十四分 在台灣東北角 太極天 太極天 的荒衛 宇蘭 外海發生了 天津地眾的地震 所以也在啟示著 大地春灰 大地春灰 在國外 也一樣 尤其在昨天 紐西蘭的國家 发生了三次的七级以上的大地震 这个启示的什么呢 启示的地球 人类 营养两界的交感 相互回应 所以我们默默地做 不求世人对我们有什么赞叹 也不希望世人 把这个无知 私心 来造成各种的 毁谤 相互伤害了心 所以我们 只有默默地修 默默地行 这才是 修行的真实意 修人所不能修 行人所不能行的 这才是真实的 修行 也不及 我们在这里 默默地修 以身口意供养 将维新圣教 三十三经 依照宗教修行法仪 有原宗谈师带领的 换拜法师 孙回供养 慧心 慧灵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 基本理念 所以各位同修 我们已经进入 第十坛了 在九坛做圆满了 希望我们的努力 默默地行 万国上帝阿拉 祝大神 也会应我们所求 台湾平安 台湾平安 世界正和平安 这才是我们的本愿 祝福各位 阿弥陀佛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再拜 三拜 好 请转过来 各位维新圣教 所有神仕同修 台湾是一条 华海行舟 很孤独地在 太平洋 台湾海峡 法治海峡 之间 乘风破浪 无量子也来 都在这里 孤独地奋斗 到了几百年来 我们都是从中国大陆 移居到台湾来 但是孤州永远是孤州 都缺少了 汪洋中同样的亲朋好友 而自己孤独地 航险苦海 而且在这 有史以来 台湾 在这里光降 投胎转世的 诸天圣神 佛菩萨 还有主位 打算 投胎转 转化为人 在这个孤海 在这个孤海中 修行 以便为生活 以便为了生命的安全保障 所以几千年来 台湾这条航船 上面也不知道 再过多少的 酸田 苦辣寿 和再过多少 成就的 诸天圣神 佛菩萨的化身 化身 这个都是 道 视线在台湾 这一块净土上 所以台湾这块净土 虽然 是捆苦 无依无靠 但是我们在台湾的 人民 仰仗的天威 构筑着天威 来护佑着 护练着 台湾人民 的平安 我们特地的 感恩 今日今时 已是21世纪的 还心丑怜 在去年 庚主年的 一场风浪打击之下 台湾的人民 终于站起来了 荣然居立不遥的 接受考验 我们都被考验过了 因为 这么多的考验 我们经都去考验 而且在考验中 我们不失 没有失去爱 上帝 阿拉 欲仿大帝 诸佛菩萨的 心 就是慈悲和洗手 所以终于走过了 岁月 苦海一年 但是台湾 成本预防大帝 王产老祖 诸佛菩萨 还有上帝阿拉的后爱 给台湾人民 一个安身立命 的保障方式 就是以宗教的修行素养 来认知人生 和来保护 众生的平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